Hello 大家好 之前我有分享过一部自动备份LINE聊天室里面所有的照片、影片还有档案到Google云端硬碟的一个程式 那之前分享那个程式是因为LINE它的照片、影片或是档案 它是有下载的时间限制的 超过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没下载的话 我们就再也没办法下载 可是Telegram其实并没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它的档案放在上面的时间目前来看是无限的 你什么时候去下载基本上都OK 那因此这种自动备份似乎就比较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一开始自己在写这个程式的时候呢 也只是用来练习让自己了解一下Telegram Bot它接收讯息的时候的各种格式 不过后来仔细想一想 Telegram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回收讯息这个功能 我们除了可以回收自己写出去的讯息之外 Telegram使用者甚至可以把群组里面其他使用者的讯息给删除 而且是把所有群组里面使用者都看不到 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 有朋友把别人的留言删除 或是不小心把别人分享的档案给删除掉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机会再下载到了 那因此呢我想一想之后决定把这个程式也分享出来给大家看看 那大家也可以拿来做程式练习的参考 那在这个程式里面呢 我们可以备份的Telegram讯息总共有12种 第一个当然就最基本的文字讯息 那还有它的贴图 它的贴图跟LINE不一样 它是可以备份下来的 那还有一般的照片档 那当然还有影片档 那文件档呢 其实就是好比说我们要把照片用原始的画质传出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文件档的方式来处理它 那还有动画档 像是GIF这种动画格式的档案 那以及声音档 还有语音档 以及语音笔记这种格式 接下来呢 还有联络人的资讯 然后还有地点 在Telegram里面地点 它提供的是你的经纬度坐标 那最后呢 还有场所 这个场所就是会有 这个场所的名称 地址 以及经纬度坐标 跟前面的位置 location是有点像的 那这12种讯息 我们都有办法备份下来 那当然呢 它一样还是有一些限制的 就是档案的大小不能超过20Mb 这个是TelegramBot它的限制 超过20Mb的档案 我们就没办法用TelegramBot 来把它取下来 那这个部分就变成使用者 你要自己用你的 不管是电脑版的Telegram 或是手机版的Telegram 去下载了 那跟Line类似 经过Telegram压缩的图片 声音以及影像档 我们是无法取得它的原始档名 我们只有使用Document 就是文件格式来传输的档案 才有办法取得原始档名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怎么做吧 卖了 结果 就是文件格式来传输的 请不吝点赞 里面